HELLO 大家好 我是哈萌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非常感謝你們 好了來玩我們的 KOF All-Star 那這期就是要來玩這一隻Coffee Kingston OK那有一些網友給我提醒 我自己也知道 這個轉盤一天是12張 那還有17天的話 就是你每天領完活動的一些任務 然後你可以再看廣告 所以一天是12張 那我今天是第4天 所以說理論上你應該可以轉出200片戰魂以上 但是那個特殊卡 這個是200片嗎 200個戰魂可以做 然後他的戰鬥卡也是要200 不是之前的那種150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張卡 因為這一張卡是三氣卡啦 仔細想一想三氣卡200個戰魂好像也蠻合理的 江西娜跟那個另外一隻紫卡 江西娜應該是共用的 同一張卡 態度矯正 因為我上一期有去抽嘛 來看一下 特殊卡 放在下面吧 我都還沒有練 應該不會練吧 練的話也要花時間啦 還要在那邊吃肥料卡什麼的 這邊 這個 這個是通用的啦 跟你轉盤的那一隻還有紫卡 這是通用的 然後都是三氣卡 三氣卡的話大概還有那幾隻 還有另外兩隻紫卡應該也都是三氣卡 就是 那個 巨石強盛的那個特殊卡嗎 看一下喔這裡 它也是三氣卡 人名軸擊EX 然後還有這個 也是三氣卡 那上次的那個巫魂活動的 牙神幻石狼跟 那個霸王王也是三氣卡嘛 那鐵拳的部分 封肩人那些也都是三氣卡 我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所以說合作的只是 強勢的角色 它會設定一些強勢角色嘛 只是上次的封肩人跟霸王王這些都是 設定在金卡 但實際上它們都有紫卡的 紫卡的 紫卡的威力啊 OK那大概是這樣吧 鐵圈嘛 鐵圈 我看一下我這邊還 看不看得到 不然這樣直接看封肩人也行 來吧 這裡 封肩人也是三氣卡 另外一個還有誰也是三氣卡 鐵圈 三氣卡還有誰啊 有點忘了 會不會是林小羽啊 我不知道喔 看一下是林小羽嗎 真的是林小羽耶 因為林小羽也是有兩隻嘛 有一個校服的 校服林小羽 OK 那大概是這樣啦 那這一隻 柯菲金斯盾 我們就 看一下吧 看一下 先看一下它90等的狀態 直接看圖鑑好了 OK這邊 這次的話理論上大家都換得出來啦 那個交易所就是這次WWE的活動 你只要認真每天都打 稍微打一下就換出來了 他 也沒有說耗很多AP啊 因為 一個大關好像是七小關嘛 那每一小關應該是花10AP而已 好 綠屬性攻擊型格鬥加 攻擊力加40%是他的隊長技 防禦力加10% 綜合物資 OK 那繼續來看一下這邊 核心的部分 就來看他組核心吧 組核心是攻擊敵人史 只要攻擊敵人就有了 不用像上一期 前兩期 上上一期我做的那個 人民 人民冠軍那個巨石強身 送的那一隻 他是普通攻擊 那這邊是攻擊就可以了 然後是增加他投資技能的傷害加10% 然後可以疊三次 但是受到攻擊的時候會解除 那創意行動的話 就要換人的時候 只要換人就會有 所以說 如果 如果再打一些時間競賽啊什麼的 我覺得 當pass隊員的時候 如果你突然換人的話 你的那個 隊友就會有攻擊力加10% 然後爆擊力也是加5% 10秒內 我能想到大概是這個效果 那這個PVP專用應該每一個角色都差不多吧 都是這個 不是超級護甲 只要HP再50%一下 就很猛 然後冷卻25秒 攻擊力加30% 所以傷害很可怕 這邊攻擊力也加30% 那大概是這樣啦 技能的話 他 我覺得他有點不太像摔跤手 因為他的那個 行動速度非常的快 就是 好像沒辦法把他當作真人來看吧 因為他 都是往前衝衝超快 然後把人家摔完之後又後彈 然後再往前摔又後彈 幾乎都是這幾招嘛 然後把地人擊飛的高度非常的高 幾乎都是 超出螢幕 螢幕以外 所以你不要想說要去偷接連段 通常都是 等他掉一些海之後 馬上來接招吧 接技能 那技能CD的話 我是覺得還可以啊 10秒 11秒 12秒 而且他可以 緣分裡面都可以-1秒 -1秒 -1秒 所以你隨便Link這三隻紫卡 如果你有的話 如果你有的話 他這個技能馬上又再-1秒 變成11秒 10秒 9秒 就很快嘛 然後再加上你用那個 減CD卡的話 他技能就很好放 很好放的 那打地板的部分應該是 第一招跟第三招 可以打到地板 就衝過去打到地板這樣 痾...第一招 第一招這個雙飛腿可以暈2秒 跟那個巨石強身不一樣 我們上上期巨石強身是有初學效果嘛 那他這邊沒有負面效果 他是多了一個暈2秒的 暈2秒也不錯 因為暈2秒之後 低人暈眩的話 其實他倒在地上 你也是可以用2去接 2是有霸體也是投資技 技能3也是投資技 那技能1的這個雙飛腿 他的範圍比較近 他會先用腳去踢一下 在附近先踢一下 距離沒有那麼遠 那2、3這個都是衝過去 很遠而且很快 我覺得類似 鋼窟大地七家是那種抓人吧 霸體衝過去抓人 然後蠻快的 速度蠻快的 那第三招就是類似那種 寶羅那一種或是 蘿莉城那一種 戰力可以使用技能 雖然被打到 只要你不要浮空啊 倒地啊 你都可以出招 就護鋼就對了 護鋼就算了 然後如果對方霸體的話 你HP又比較低 一樣把他抓起來 痛打一頓 應該是這樣吧 那 他的一些 他的一些個人檔 就是這邊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速度很快 那我就覺得他身高不是說非常高 因為我 感覺摔跤選手 是不是要190幾 還是200啊 很大一隻啊 183可能在 外國人的身材裡面算矮的 就以打NBA來說 183應該是超矮後衛吧 因為NBA的後衛都要190幾啊 183就是要那種 黑人有沒有 然後速度非常快的 所以我覺得他是速度型的啦 雖然我沒有看過他比賽 但是我覺得他好像是速度型的一個摔跤選手吧 這邊有速度快 爆發力有強 OK大概是這樣吧 技能的部分 那這是他的超必殺嘛 SOS也是投資技 這邊是暈眩所有敵人1.8秒 這種所有敵人就是 之前用的到的地方就是 比如說你史詩任務打那個高尼齒的時候 齁 他要放閃電的時候可以暈他嘛 然後或者是打車子的時候 我們知道我們那個KOF最後一關車子 99 99 提醒大家一下好了 我不知道大家打了沒 我自己是沒打 那這個號是Q的號 他那時候很認真都打完了 這個車子很難打 你最好帶3隻打手都是暈眩的 因為對面會有一個角色嘛 可能是草屜是不是 我忘記是誰了啦 反正就要暈他就對了 暈他 你三隻都暈暈暈 他就可以暈很久嘛 你就可以打出80%以上 達到三星 這個很多人可能會卡在這邊 提醒一下 找一些可以暈眩全體的嘛 有蘿莉城嘛 然後還有七加射 萬聖節七加射 然後這次又有這一隻 這隻也是 然後還有一些啦 什麼板旗摩吧 還有 還要找一下 之前大家有整理 找一找就可以找到 來看一下特殊卡長什麼樣子啊 他這邊 以前他會把你用的隊伍有沒有 直接放在這裡 現在沒有 排列孫小狼跟以前不太一樣 以前就是說你當 正常用的那三隻會直接放在這裡 那現在沒有 我就只能再找一下 在這裡 就用基本的啦 我就用基本的卡 我就用基本的卡 這些卡應該大家都有 武器嘛 武器卡 然後他是 投資還是攻擊 OK 他天長之在算那個 打擊型技能 不是投資技能 稍微了解一下 因為他的核心是加投資技能 OK 那緣分的話我們剛剛也有看了 緣分剛剛就直接看 Link這三張紫卡 CD-1秒 擊敗的敵人可以獲得3% 喔這個很好耶 就在那個 打時間競速的時候應該還不錯用 然後我不是 我不是最近有說 打時間競速經常閃退嗎 然後 平常他做任務的時候也很容易閃退 然後有一個網友給我建議說可以用M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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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沒有像之前那麼容易閃退 至少打時間技術只閃退一次 就那麼一次還好 不然我 一直閃退後一場都打不完 那沒辦法 我最後都放棄 因為有時候你打得好他閃退 打不好剛好沒閃退就算了 我就隨興了 那個秒數的話真的 你要認真 像我這個號就沒打啦 我就不想要花時間打 雖然這個獎勵蠻豐富的 至少可以拿個200 這三個打完應該可以拿到200 就是要花時間投入 我覺得有點懶 就沒打 很可惜啊 這個隨便打應該都1分40秒 只要你有稍微 會走位一下應該1分40秒 沒問題 那大師的話我覺得 1分15秒比較辛苦一點 1分15秒就比較辛苦 我大部分都做到1分20秒 1分20秒左右吧 要很認真才有機會突破1分15秒 因為我沒用千赫啊 主要還是要靠千赫啊 千赫然後暴王王補刀吧 這個組合吧 這個98百合回氣之前也有介紹過 還有千赫的一些打法 之前有做過視頻 有興趣的人可以去找一下 這邊右上角會有一個我的播放清單 你們再點開來看 找一找應該找得到 OK那就來吧 直接來玩這一隻 直接實戰嘛 實戰之後邊打邊講 那一樣是打10次任務的 因為我戰力不高啦 我就不去打那個1P1 我打1P0就好了 這邊還有真理喔 哇想要練那個BUFF的趕快練一練吧 那我通常練金幣有沒有 都是等這個有金幣的時候 我就去消耗 消耗去打 平時的話 就開始存了AP嘛 像這個耗之前 之前AP全部吃乾了嘛 我為了要刷KOFAS的那個字母 我全部都刷乾了 然後還一直吃紅寶石 那我這幾天 這幾天我已經幫他累積這些了 我就每天幫他存 呃其實你不用吃這些東西 每天的任務都還是夠用的 只要你不要亂打 不要打太多有的沒的 那等你AP夠了之後 一有活動之後 你就去看你要刷核心啊 還是刷金幣啊都可以 主要是刷核心金幣啊 那這個是這個耗的那個經驗值也比較少 就是我們要練 練等級不是要吃經驗值嗎 可是他練的角色太多 他這邊好多90等 滿滿的90等 這個就比較少 我覺得他這個比我少很多 我都快爆倉了 我自己的啊 我自己本身都快爆倉了 好那說了這些這麼多題外話就來吧 那我覺得這隻玩起來 跟這個 前幾起做的這隻人民冠軍技術相升我覺得 這隻動作比較慢 很緩慢 然後投擲技什麼都很近 那這隻投擲技超遠 超快 然後動作也比較快 然後他有暈2秒 所以我自己的感覺啦 我沒有去打過PVP 但是我會覺得 這隻科菲金斯盾 比這隻金卡的這個巨石強勢還要強一點 就是我自己的感覺是這樣 你們你們再參考一下 好每個人感覺不一樣嘛 那就來吧 打個兩場吧 他好像會唱歌啦 我不知道有沒有版權 希望不要有 有網友跟我說那個 那個誰啊 江西男有版權喔 他唱歌有版權 要注意一下 可能會靜音吧 靜音就沒有音樂 沒有音效就比較尷尬 我們可以來稍微觀察一下 這一招很近喔 1 2 他會先用腳 盾一下 那你盾一下就可以攻擊到地 然後這一招很遠 這一招 唉唷 因為我 我的那個搖桿很爛 這麼遠 然後這招也很遠 這兩招會偷吃技喔 而且速度很快 那 技能3 可以打得到 可以抓地板敵人 技能1也可以 你看他這個圖示是往下慘嘛 那技能2不行 但是技能1他會把人家暈眩2秒 所以你技能2也是接得到 敵人在地板也是會被你被你抓起來 OK 那我來放一下三氣的 這一招是投石技 往前衝一小段 一小段而已 沒有那個2 3那麼遠 那這個武器的必殺的話 他是打擊型技能 我現在沒氣了 來吧 所以這個清怪還是很快 他會衝過去投石然後往後彈一下 但是沒差你還是可以接 我先1 2 3接接看 1 太遠了 好2 3 等他掉下來再1 超必殺 通常是在EX 遠不遠啊 看起來很近 所以你還是不能亂放 我覺得啦1起手比較危險 因為比較近嘛 但是可以暈人 而且1起手的話對手如果防禦的話你也破不了他 然後他的普攻有一招會用腳踢人 但是不會把敵人給PK 然後這招 可以打得到地板 3氣好像打得到地板 你看彈超高的 2是 2的話是打不到地板 所以我會覺得還是1 2 3會好一點 然後敵人真的彈超高 彈超高 飛超高 1 2 3是最順的啦 只是說1他的缺點就是很近 然後他是打擊型的 然後你想要在敵人落下的時候偷打他我覺得很難 因為實在飛太高了 你如果普攻按折的話他會破壞 我待會兒來放個武器 掉下來我都還不知道他掉哪邊 這樣打得到嗎 大概差3-4個身位 可以 就這樣而已嗎 就這樣而已耶 是嗎是不是我太遠了 大概是這樣啦 這隻 就是你想要穿插一些普通攻擊我覺得有點難 喔有點難 反正他不用靠普攻就可以 觸發他投擲技能 那個 加加成嘛 傷害加成嘛 我們剛剛有那個核心有看到嘛 加10%嘛然後疊3層 我們待會可以觀察一下 來打瘋娜好了 你們看我下面會有那個拳頭 那我換人的時候也會有 暴擊率跟攻擊力上升 我換人給大家看 先換人給大家看 好像點的啊因為我沒射熱箭 這邊沒有嘛對不對 換下來 有了 這個就是那個 他的效果 好像持續很久耶 是不是有10秒啊 然後再換人就沒有了 就只有換下來那一瞬間的那個隊員有 他自己本身沒有 OK 我看到我看到靜能上升了 可以疊3層有沒有 白色的拳頭疊3層 我來試一下普通攻擊 他最後一下可以把敵人給震飛 但是飛不高 然後有機會無限連段喔 是可以有機會的喔 有沒有 可以齁 就是看他落下的那個高度 暈眩的話確定暈眩是連地板都打得到 最後就好是第2啦 因為2本身 你看我3 這多難接啊 就只能等他落地那一瞬間 然後稍微彈起來再接 畢竟你32的話會有這個問題 是打到地板嗎 試試看 欸打得到 打不到 打得到算打得到 這樣而已喔 奇怪喔 齁 只能偷打一下啊 偷打一下啊 他不像那種鐵拳角色可以 可以偷接好多下 我想要再放一下近距離的武器看看 我覺得觀眾的叫聲實在太多啦 太吵啦 太吵啦 應該是這樣吧齁 哇哇哇哇哇哇哇 OK 大概就這樣 3起手的話就不怕那個球球了 所以你要321也行 只是你要落下來的時候要稍微看一下 因為2是摔不到地板的 因為我知道我們 掉下來那瞬間還會彈起來一下下嘛 那這個階段是可以接的 你可以去接2 那有球不怕有沒有 因為我技能3是不怕說被打到的 我覺得技能3有點類似 霸體吧 比較不會被中斷 OK 所以玩起來大概是這樣 主要都是要用技能打人 因為 CD還蠻短的啦 技能CD還蠻短的 那你要普攻踢也可以 只是不好接 就你技能放完 你還要再接普攻 就比較不流暢 我不知道這個有沒有那個板拳 應該不會有吧 趕快離開 趕快離開 快快快快跑 快跑出來 好 那這一期的這隻科菲金斯頓 大概是這樣 那上一期我稍微提過 他是 WWE史上第一位 非洲選手 非洲裔的選手拿到那個冠軍的 一歲的時候就移民了 移民到美國 應該是美國 大概是這樣吧 那我想大家應該有拿到啦 可以拿來玩玩看 強度的話 應該 還不錯 會比四魂上次的那幾隻 還要強 我是說 上次四魂的那些二線 二三線 我覺得啦 上次四魂二三線的話 大概我指的大概是這一種 雖然這種好像也都有辦法提 或是這一種 二三線大概只 只這兩隻 那一線的話就是這個 這兩隻 那 這樣說好了 一線是這兩隻 霸王王 霸王王跟那個 幻石狼 那二線可能就是 這隻 利母露露跟這一隻 夏洛特 那三線就是這一隻 因為這兩隻是送的啊 橘柚金跟這個都是送的啊 那這一隻也是送的 那我們就用送的來比較好了 送的來比較 他這次送的這個 柯菲金斯盾 他的那個 巨石強身 人民冠軍 金斯強身 是比較強的 畢竟投資技在PVP 比較無恥一點 防禦防不住 OK 那就先這樣吧 這一期 那之後沒一起 我會慢慢把那些 角色給補齊啦 把它做起來 我有的話我就做這樣子 好的 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那我們下期KOF再見 大家掰掰